這裡看下去的景色 大概是這樣 手伸直腳尖踩 很好 慢慢站起來 慢慢坐下去 對很好 再一個 好 腳尖慢慢膝蓋壓下去 很好 好一起轉喔 哇 很好量度成功 這是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趟練習了 看著夕陽滑下去 我們打三行車站了 我們要先來買 最後一間 搭回東京的出票 現在是 傍晚時分 我們在三行車站 雨雪交夾 然後 我們的飯店是 就是東橫印 就是在這個 大園 學園後面 有藍藍的光的那個 要走過去 在雨雪交夾中走過去 我們訂的 就是這間 三行車站 西出口的東橫印 好 唉唷 然後這裡有夜景 可以看你 轉回來 希望這三個行李箱都塞得下 一樣被擋住 浴室好像也比較好 東橫櫻的房間 真的有辦法把三個行李箱都攤開 然後還有空間 比較大 就是空間是夠用的 我們明天一大早要從三行車站這裡 搭巴士去帳王滑雪了 其實住帳王應該是最方便的 但是我們提前四個月訂了 還是訂不到喔 應該要提前半年以上的訂才有 太晚知道 但是住三行這裡也還算方便 因為有直搭帳王的巴士 只是他班次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要比較早出門準備 因為今天要早睡明天要早起 所以簡單找個飯店附近的拉麵店吃晚餐 加上一張 很便宜 簡單一點 我們就要來吃 冷凍 早餐 7一間 天下 米乙 冷凍 米油 米油 天下 印度 米油 咸 米油 米油 館店外 看起來能見度有點低 不知道雪場的情況如何 中環店的早餐 這裡的早餐竟然沒有先買 有點難過 我們要先排隊 在這個山形站前1號乘車處 排隊等公車的巴士 然後等一下搭巴士到藏王溫泉 已經很弄到排隊了 上不去了 要在我們出藏王溫泉的巴士來的 巴士下車 我們現在要去早餐村 所以我們要去早餐村 那個雪具店 我們剛剛在這裡巴士下車 然後現在要轉搭計程車去雪具店 是今天在排隊的 很多人在排隊的店 就是雪具的店 雪被吹起來了 整個能見度超低 我們一開始先在這個 纜車出來的平地 稍微小小練習 然後教練就帶我們上纜車 從上面慢慢的 從上面 慢慢的滑些來 前進趟 一開始一直甩 所以很害怕有人也不敢滑 但是滑到這一整趟滑到中間之後 就漸漸找到感覺了 現在是第二趟來車上來了 在初選擇 我們一樣在練習一遍 現在是我們的板子 所以這就是 我們出去玩阿球道的高度 可是我們 現在坐在這裡等教練 這裡看下去的景色 大概是這樣 教練現在 我們剛剛已經練完 後塞跟陰塞 現在 正在這裡 正在這裡 好 再一個 好 再一個 好 先開始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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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這是我們的第三趟纜車 也是 早上 練習的最後一趟纜車 練完這一趟之後 就要 準備去吃午餐囉 剛剛 偷賽跟 偷賽的落葉飄 都有成功 然後我的 C-turn 就是 還有教練幫忙 希望這一趟 可以自己滑成功 整個山頂 吹雪 吹得超嚴重 白茫茫的一片 我們剛剛也是邊滑雪 然後雪邊打在臉上 現在已經不是在吹雪 是在下雪啊 這個雪很大 剛剛 往下滑的時候 都有點影響視線 眼睛都會跑進雪 很好很好 控制速度 好 再一個 手伸直 腳尖踩 記得要站起來 再坐下 站起來 再跪下去 好 手伸直 腳尖踩下去 慢慢站起來 慢慢慢慢慢慢 跪下去 現在十二點五十 我們結束上午的行程 上午的課程 然後要來吃午餐了 我們在這一間 可愛的小店吃午餐 它是吃飯類的 然後午餐時間一個小時 現在要來繼續下午三個小時的課程 下午的課程直接上冷車開始 又是從一個一直塞的地方開始 不夠這裡的雪 所以 等雪 水塞起來更不那麼痛 好 腳可以合起來一點點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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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去旁邊那邊 好手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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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天使 好再一個動一下 好手打開 好手打開 好 Hare 天使 好手打開 慢慢站起來 慢慢坐下去 對 很好 再一個 好 腳尖慢慢膝蓋壓下去 很好 好 小心後面喔 小心後面 看人 好 先往下滑 先往下滑 好 腳尖抬起來 慢慢坐下去 很好 就要這麼慢 這樣就對了 好 繼續 再一個 腳尖踩下去 慢慢站起來 慢慢跪下去 對 就這樣 好 連續 站起來 坐下 好 站起來 欸 怎麼我轉到另外一邊去了 好 一起轉喔 哇 很好 兩個都成功 好 再一個 再一個 很好 再一個 腳尖先喔 腳尖先喔 對 轉過去就可以了 很好 很好 好 CJ要跪下去喔 很棒 你沒有放棄 他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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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坐著板子滑下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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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喔 哇喔 很好 很好 繼續往下 好 繼續看那邊 站起來轉 壓50% 好 繼續落葉 不要煞車 繼續落葉飄 好 你還沒有轉完 所以繼續站 不要急著做 繼續站沒關係 不會跌倒 好 腳尖先走 腳尖 膝蓋 對 屁股 對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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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 不要打架喔 剛剛教練線帶我們去跑 路邊的一條 比較難一點的線 然後很長 中間有一段很陡 跑完那條之後 我們就回到這個路人的線 剛剛有練習它上去 然後現在4點45分 所以這個染色快關了 那我們就是最後一趟 再上這個路人的線 再滑一下這一條 簡單的再滑一趟 最後的練習 看著夕陽滑下去 然後就要結束今天的課程了 好累喔 狗狗 看熟 你就看三下囉 被我發現囉 好 腳尖 膝蓋 屁股 好 繼續過去 落葉飄 所以走完應該就要過去了 應該是不是有轉一個過頭 再拉回來 很好 繼續 好 空空速度喔 不要太快 空空速度 很好 再繼續落葉飄 不要轉過頭 就轉過頭了 對 轉過頭了 不要煞車 繼續有速度 讓它衝過去 它自己就會煞車了 來 再一個 好 手伸直 對 斜斜過來 不要轉 先回到中間 先回到中間 再過來 再過來 身體沒有靠過來 不會過來 身體要靠過來 煞車放掉讓它滑 煞車放掉它才會滑 對 你殺死它不會動 身體靠過去 好 可以出發了 站起來 慢慢坐下 螺葉飄過去 很好 沒有煞車都在 好 空空速度 好 下一個 腳尖 看地板 亂看對不對 看手 看手 你不看手 動作全部做錯了 好 再一個 會撞到嗎 不會 好 你過不去 好 來看手 站起來 很好 螺葉飄 好 看著你的手喔 膝蓋 屁股 對 不要煞車 繼續 不要煞車 你煞車 你的腳會很痛 對 很好 再一個 繼續 控制速度 坐下一個 站起來 煞車 欸 繼續繼續 落葉飄 不要煞車 繼續落葉飄 回中間 回中間 再坐下一個 回中間 好 繼續回中間 還沒到還沒到 繼續回中間 繼續回中間 回中間 還沒到還沒到 好 腳尖出發 膝蓋 屁股 胸口 胸口抬高 好 先回中間 好 先回中間 先回中間 滑完了 今天 兩小時了 發現課程 順利結束 然後我們現在要 搬辦 這盤 去回 滑雪巨 現在 滑雪巨的人 一樣很多 所以簡直就是 可能也會不理 所以真的很多人 我們現在 從滑雪場 要走去 搭巴士 回山行 的那個巴士站 調路 已經天黑了 然後空穴有點大 現在6點4時的巴士回山形車站 帶著快要散掉的身體回到山形車站 我們正在覓食晚餐 想要吃到山形牛 幾乎找到的是一間吃那個蕎麥麵的店 看來我們跟山形牛無緣 明天再吃燈起鍋的米德牛 因為昨天在銀山溫泉吃這個冷的蕎麥麵就很好吃 所以我們要滑雪的第二天 今天一大早外面下了這種超級大的雪 應該是我們這次來東北下的最大的一場雪 我們很幸運搭到直達的巴士 所以現在9點已經抵達上網溫泉了 今天的雪比昨天還大雪超深的 今天已經看不到地上的路了 從巴士走到滑雪場 大概是10分鐘的上坡路 超級喘 我們現在要先來買雪票 一日票的雪票 這樣所有的燃車都可以搭 結果我們剛剛買一日票的地方 離那個樹冰站超級遠 所以現在叫了計程車要搭去樹冰站 原本是想說看不到流行氣 但今天雪很大 感覺有機會看到厲害的樹冰 所以我們現在要搭去樹冰站 試機開了這台車來接我們過來 現在就是湛王山路站 要去看樹冰要從這裡搭 花了一點時間 現在是10點10分 排隊的已經蠻多的 已經蠻多的了 這是9個 Saf一國旗 利貸州寶箭 這個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要转到士兵高人站家三饼县 比较炒完排队 二月中有段时间就是很热 还有一个小月 导致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很重要的树边可以看 只剩这些光特区的树枝 我怎么都看不到 不要夹下一步 还有夹出来吗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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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ut 好可怕哦这个山顶 这卡放到植物喔 我没有回去啦太可怕了 因为山顶风雪太大 然后我们冷到受不了 所以我們只待了一下下 然後就搭纜車下來了 灰塵的纜車沒有什麼人 只有我們兩個 大家都待滿久的 超冷的 只有我們的纜車有點可怕 幫我拍一下 這裡有一位恐高的男子 不敢看警車 都在纜車鎮中央 現在很渴難的 打算在電話亭裡打電話叫計程車 所以很幸運在路邊攔到一輛計程車 要回去滑雪場 昨天教練有帶我們 坐一趟這個4號線的纜車上去 然後教練就是要跟我們說 上面可以去一間超有名的三五郎小屋吃午餐 然後我們還去看了很美的湖景 就是這一條 再線上去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去吃午餐 吃那個三五郎小屋 到我們昨天看到的湖 昨天在這裡拍照 然後還要再繼續跋涉一段路 才會走到三五郎小屋 我走到這裡也是快哭了 真的有夠累 那裡剛剛這個藍車站超遠 撿了咖哩飯 結果超大 太大了 這間三五郎小屋 這間三五郎小屋 吃飽呀 下山了 剛剛就是走前面的這一整片湖 對面這樣走上來 那現在 原路則反走回去 剛剛上坡路超累 現在走下坡應該 可以比較好一點 原本我們打算吃完飯 就是從這裡滑下去 因為昨天教練有帶我們滑過一次 但是現在風險太大 整個看不到 沒有教練我會害怕 所以我要放棄 直接坐藍車坐下去 我們現在坐下去 然後要準備換 看不到 那一條 初學者 的 纜車 上去練習 就是 昨天我們主要練習的那一條 我們今天 也只敢先練習那一條 要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一趟滑雪了 就是 最初階的這個雪道滑下去了 然後風雪真的很大 剛剛坐纜車 一路被 雪 這個吹在臉上都快凍上了 好 準備開始了 目前滑了三趟下來 我們 都還在重新找腳趕 真的過了一個晚上 就是 就會有點忘記 然後有點害怕 所以我剛剛也不敢 做太多練習 就是順順地滑下來 而且昨天都摔得太痛 很怕又跌倒 現在時間下 四點 這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趟練習了 因為 我們其實時間是有點趕 晚上還要趕回山形 但是 但是 為了 就是讓一日捐指回票價 就是 所以還是把最後一趟滑 滑 滑滿 我們昨天從 這個 上面 這個陡坡滑下來 真的是超級可怕 所以我今天就有點 不敢自己 沒有教練 就不敢自己滑下來 其實今天 自己滑這一條 就是比較入門的線 的時候 因為沒有教練 我還是有點害怕 雖然昨天教練都教了很多 但是突然要自己個人滑 沒有人提醒 就是 會 比較長腦袋一片空白 而且我們原本是想要直接 就是報名兩天的教練課 可惜太晚報名 只剩 昨天一天教練還有空檔 今天就只能自己滑 所以下次 就是 如果要上兩天課的話 真的是要提早報名 然後 這個滑雪場有超多可愛的小孩 來學滑雪 然後 一個 可愛的小孩 而且還發現這裡 雪滑雪的大部分 小孩大部分都是雪水 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 雪道上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也要結束我們的 最後一趟滑行了 走吧 我要跌倒了 我要跌倒了 用拳頭啊 蛤 好厲害喔 沒有 現在是點二十 我們剛剛結束 今天的最後一趟滑雪 然後 剛剛還在路上遇到 我們昨天的教練 好 上完滑雪場 拜拜 今天 天還亮著 就要下山了 就要下山了 要去吃 米澤牛 就是非常有名的米澤牛 然後 然後我們是要吃登起鍋店 很有名的那間連鎖米澤牛店 雖然 今天下山的時候 天還是亮 但是 今天 下太多雪了 整個地板 整個地上都是雪 超難走 簡直跟滑雪 快要跟滑雪一樣難走 昨天的地都還是柏油 都還看得到柏油 今天整片白茫茫的 是特選的米澤牛 下鍋 超大顆的草莓